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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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就是说在微服下午下这个数据移生性的问题更会凸显出来 那第二个的话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几年就是从SATA开源以来 我们的这一块SATA的这个架构引进它是在压的 那第三步的话就是我们对这个像SATA怎么去集成这个 WRPC框架怎么去扩展数据库 那SATA在这一块的扩展是应该怎么去扩展 以及现有的一些扩展点生态是怎么样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小的议题就是在微服务架构下的数据以及性质的一些挑战 那这个的话其实是我们在那个第一年也就是19年的时候 是收集了那个跟着这个Double Ecosystem的Mithub就收集了两天多份的这样一个调研的一个问卷 就是在微服务架构问题哪些核心问题是开发者最关注的 那最终我们把这个问卷汇整的一个结果是分布15 其实是占No.1的它是占了54%一个占比 那因为大家在这个SATA出现之前的话可能大家都说这个分布15 能B就B然后应这个消息追征一致性去解这样的一些问题 但是SATA开源之后的话这些问题其实都迎刃而解 那像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服务上就是平滑上下线 其实大家核心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无损上下线 到底是说这个服务的可硬性还是其他的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其实最真关注的其实是一个数据的一致性 因为你无论这个前端的业务怎么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交互 最真的话其实它都会产生到这样一个数据 如果说你这个业务的数据不一致的话 前面就是各种比如说花里胡哨的架构 其实这个意义不太大 所以核心其实数据是企业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资产 那么到底哪些场景就是会遇到这个分布失误呢 就是我简单就是列了几个场景啊 那第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我们拆分成这个微服务架构之后 然后不同的这个服务可能是有不同的团队去负责 那这个上下游的这样一个协调连等 可能比如说我这个C服务去发布的时候 并不会去通知我这个A服务B服 那这时候可能就是想遇到这个服务上下线 带来的这样一个数据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不可靠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 比如说出现这种网络或者个别主机的这样的一些档机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场景 就是在分布失误架构里边比较难解的一个状态就是timeout 因为你一旦出现这个服务掉进的timeout 就是说那我这个服务到底是C服务它这个业务逻辑到底是执行了还是没有执行 那这个timeout这一块我这个服务怎么去实现这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密度 这都是其实非常尖锐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可能除了我们这个业务里边设计到一些数据库 还会设计到第三方的一些组件比如说板悬Redis 然后可能我们扣钱库存先去经过Redis这样的一些组件 那这一块的话怎么去实现它的一个一致性 那第五个的话就是另外一类那就是可能我们在上下游去做业务的时候 你传给我的一些参数可能它本身是一些非法的参数 那我需要可能把你这个下游的服务也去做一个回关交 而不是说只是我这一个服务去做一些拒绝 所以说的话整结下来的话其实分布事务这块的长印主要包括了跨库跨服务 以及资源的一个多样性 那从异常上来说的话就是分为就是业务异常系统异常 那其实分布事务是不是在微服务架构独有的问题 其实不是 它在单体应应其实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只不过在这个微服务架构它这个问题会更凸显 那在这个单体架构下 它在哪些这个分布事务的一些场上 比如说我一个单体应应会去修改多个数据库 那也可能的话就是一个多模块的 那整体而言的话其实就是说 单体数据库它完成的是一个sucker center下边的一个分 就是本地事务 那只要跨了你这一个本地事务 其实其他都是一个分布事务 即使说你不同的微服务 我都去修改同一个数据库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你的这个 跟数据库这个sucker 本身也不是能反序列化 传递到另外一个服务的 所以这些问题都会涉及到分布事务 这样一个问题 可以整体来看起来的话 分布事务其实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分布事务架构 包括单体架构 非常的广泛应用这一块 那在这边上 这块分布事务方案的话 其实有几类 一个类就是xa1这一块 那简单的话 其实它的这块的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吞吐量跟性能 其实是相对要差一些 那它其实在一致性 这一块的话是最高的 最高水平这一块 那再就是这下边两类 一个是tc跟sucker 这两块 那这两块的话 其实可以归结为它是一个 一个业务层面的一个分布事务 因为它不会去拦截这样一个数据 那比如说tc模式可能也会 tc 模式可能也会 tc 这样一个接口 至于就是你这个接口里边 怎么去回轨的 怎么去正向的 就是在框架层面完全不去管 那即使可能你里边的逻辑 本身不是一个一等的 或者是说对等的这样一个逻辑 那这一块也不是tc能参与的 所以更多的是把这个接口 暴露给了就是这个业务上去实现 那另外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在之前 比较常用的就是像这个 消息最正一致性 那这一块它对大家有点就是这样 可能实现一些义部化的这样一些结合 结合这个消息的这样一些 消风前谷的这样一些特点 但是它本身存在的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 就是对于消息来说的话 它更多的是做一个单向的 玩味的这样一个通知 那这个通知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 对于有些在消息消费这块 即使业务失败了 他也没法去回轨 那你一个典型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这个 像类似一个现金红包的一个业务 那我可能先要就是 一个是把我的这个红包转到我的账户 从我的账户再转到我的这个银行卡 那你可能消息消费的时候就是我这个 账户已经这个就是不销掉了 那其实你这个消息消费 其实一直是一个失败的这样的状态 你即使城市它也是一个失败的 这就是一个业务异常 那对于这类的话 你不可能再把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上游的这个消息的搬送给回关掉 那所以说它更多的吸引率就是一个单向通知的这样一个场景 那另外的就是近视补偿这类的话 其实学习成本低但是实践成本上是高 尤其是你这个微服务的链路是有多翘的这样一个节点 其实你也需要这个业务逻辑写的非常的一个周全 那AT模式这一块的话 其实它主要的特点是增和了这样的一个移植性能这一块 那它主要的特点就是简单无先入强一致 那学习成本的话也低 当然它这块也有一缺点就是 需要你去遵守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规约 并且它不是对所有的这个色号类型是都支持的 它是有一定限制的 那它整体来说从业务场景上来说的话 适应的是一个通应的一个场景 但是它并不适应于就是这个热点数据的高频发 比如说像这个SQO的这个库存的这样的一些库件 因为在这个AT模式它是有一个应用词的这个分支锁的 它需要对相同的数据做一个排队的这样一个等待 那第二部分的话 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就是分布是事物这样的 SATA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引进 SATA在内部的代号的话就是 集团内的代号叫这个TXC 然后在蚂蚁人的块叫这个DTX这一块 然后在集团内的话 它是起源于这个集团的5台10的这样一个项目 5台10的项目是当初就是集团内在做这个去IOE 从这个单体的这个架构去演进到这个分布式架构 那在这个分布式架构其实必然涉及到很多的一些真线件 那TXC这块它承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做这个服务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保证 那这一块的话 其实我们跟集团内的这个三大件 都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集成 包括就是这个服务调应框架H3F 也就是对外开源的这个Double 然后数据库这块有这个分布分表的TDL组件 然后还有这个异固的这个消息Metachure这样一个 那在集团内的话也是有一个广泛的一个使用 那在日均的它的一个调应级别 大概是在一个百亿的这样一个级别 从性能上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打磨 在标准的三节点大概是能达到差不多一个10万的一个TTS 那我们这块SR它会分别几个SR 一个是可用性的一个SR这个服务 另外的话是一个性能的SR 因为对于分布事物来说的话 你除了要保证集质性 也要保证它的这个性能 性能吞吐量这一块 那我们就规定比如说 每一次的这个RT额外的开销不能超过多少 那这是一个SRA 那目前的话能达到一个毫秒级的一个事物处理 能保证的就是在稳定线上是一个全天无物价 那最开始我们去做这个分布事物 这样一个实现的时候我们也去考虑 就是我们的分布事物 应该是在哪一个层面去实现 从一个应应架构的一个视野 就是分为这么几层 一个是最上层的就是这个应应开发框架 那可能每每套公司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开放框架 比如说像一些DDD的开放框架 或者是Syparen Cloud的体系等等 然后再下一层的话就是这个服务调运框架 也就类似于这个就是 就是APA7DW主要承担 也在国内也是实现的非常的一个广泛 那再下一层的话就是数据征验件这层 那数据征验件这层的话 主要包含了就是像这个OM框架 事物然后事物的同步 以及事物的这样一些对账 那再下一层的话就是跟数据库连接这层的话 就是类似于像这个GTBCDriver 然后去连数据库 那其实我们去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对比 到底我们是在这个DB层实现这个分布实物 还是在这个数据征验件实现分布实物 以及是在这个更上层的这个应应框架这块 去实现这样一个分布实物 那我们去对比了几个点 其实在应应框架这块的话 其实它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一致性 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因为为什么 其实你会去掺杂更多的一些复杂的 不可恳的因素 因为你本身会把这个服务调应的一个因素 给牵扯进去 比如说我服务调应的一些超时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 我们现在有的像这个GTBC或者Zaka模式 它会有一些这个密等啊 防旋挂啊 坑回轨啊 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因为人录了这个RPC的这样的一些因素 导致的一些就是 就是就是实去的这样一些不确定性 来导致的一些问题 那在数据真言件这层的话 它其实一致性相对来说 比这个应用框架要好一些 那这一块的话 它主要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就是它不是在DB层去实现 所以我其实是有办法去绕过你这个DB层 绕过你这个真言件层 直接去修改DB的 那这时候其实就会存在了一个事物 并发时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最好的一致性 其实是在这个DB层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数据一致性 但这一层数据一致性的话 其实主要是这个数据库的厂商 但是也是参差不齐 比如说像这个Massar 其实它在5.7.7这个版本 才把这个X1给完善起来 这一块 其实在之前的版本 它对这个X1这个 其实是一直有问题的 这一块 那它的一个局限解释上 就是我只能是局限在 我这一个数据库的这样一个scope 那比如说我要去更大的一个scope 层应用架构层 我可能是要跨服务 那跨服务这一层 它其实也管不了 我只能管我自己的数据库的 所以它最终的话 还是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协调区 去去协调 怕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一致性 所以说的最终归结 我们是把这一层是 像一期X1模式的话 是把它做到了这个数据库的中间下的一层 那TLC Saga这层的话 我们做到了这个应用开发方向的一层 那对于这块的话 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你去实现 它是一整套的就是 就是集团的这样一个生产体系 包括了就是我们对这个分布事物 编程模型的这样一个定义 就是愿为安全 因为要涉及到数据 会有一些数据的敏感 以及性能这一块 可观测、高可硬等等这些 那在理论模型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还是比较匮乏了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对XA 以及Spring数的一些模型的延展 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去延展的话 是延展了已有的模型 而不是新造一条轮 那对这对开发者来说的话 它的学习成呗其实会更低一些 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做了一些定义 包括就是你怎么去定义这个一日性 我们是定义这个多节点的这样一日性 还是做这个业务应用架构的这样一个数据的一日性 以及我们这套架构里的角色模型 设计的事物、动作以及隔离这一些定义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简单的就是一个分布事物的一个模型 什么是分布事物 其实简单的举个例子 我去做银行转让的时候 我给你转100块钱 然后恰好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网络超市 你到底这100块钱有没有扣 那如果说我不确定的话 就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资损问题 更重要的话可能会影响你这个企业的一个商与的这样一个问题 不是因为差那100块钱的那个问题 那另外再讲一下就是从我看起来的话 就是这个Theta它的一个形而上学的一个哲学模型 就是我们都在谈这个分布式架构 那事实上其实是我们从整个应用的视角 并不能达到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分布式 那比如说就是我们从一个应用的架构的层面去看这个数据库 包括今天称之为分布式数据库 那从整个应用层面的话 它其实我们看它是一个结证式的 就是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存储 它的内部实现可能是一个分布式的 那包括了就是这个分布式的这样一些链路数据增 因为在分布式应用架构里面 其实每一个业务的节点 它都是只掌握了部分的这样一个信息 那你如果说做这个一些问题的一些排查 它必然是需要一个集中式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对于分布式数 它核心的一个动作就是做这个分布式协调 所以说它也要掌握一个全局的一个信息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这个TC 就是Transition Collidator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对它来说 它是要有一个上帝的这样一个事件 承担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协调器 那另外的话就是真正做事的话 其实是我们是叫这个Resource Manager 你可以认为就是这是一个数据铺的这块 灵魂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把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Proxy 那真正随着这个业务应应去做这个事物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那这块就是这个Transition Manager 那这一块的话会随着业务的执行的链路 到底是直接事物的边界是怎么样的 以及这个分制事物的动作是怎么样的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Theta 从这个19年1月份开始开源了 那最我们主打的一个特点就是特色是一个AT模式 因为这块是组装 也就是我们从这个0.1版本 就把这个AT模式给开源出去了 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一块的话 那0.4版本我们纳入了一个TTC的模式 为什么去纳入这个TTC的模式 就是因为AT模式它是需要适配不能的数据库 那在现有的阶段 我们可能不能满足对所有库的数据库的支持 以及像这种缓前资源 那这需要就是应用TTC模式去做一个补充 你可以用TTC模式做这个我们没实现的数据库 以及一些缓前的结构的一些这样一些补充 那在0.9版本的话 我们纳入了这个Saga的事物模式 那Saga的事物模式的话 它其实是主要去解决长事物解决方案 有可能我这个事物非常的长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微服的一些编排的一些工作 那在1.1版本的话 我们纳入了这样的一个差异的这样一个事物模式 那差异的事物模式 那差异的事物模式主要是 有一些客户它已经应了这个SATA的AT模式 但是它还有老的一套分别事物 就是应了这个像G2E 就是像这个Oracle的这个TACSATA等等这一些 那它现在应SATA的等一的一套解决法 解决不同业务场景的分别事物 那所以说我们把差异的这个事物模式也纳入进来 那最终的话 从整个架构上来说的话 我们是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分布事物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针对不同的业务场景 我这个SATA都能去做一个事业这一块 那从这个图上来看的话 其实目前的话 其实市面上没有一只分布事物的一个模式 能解决所有的业务场景的 不同的业务场景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地方主要其实 就是缠带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分布事物这块 你可能有同步的分布事物 有异步的分布事物 以及对于分布事物的一致性的要求也不高 有强一致的 有追征一致的 有弱一致的 另外的话 对于事物的执行时间的这样一长短 也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它有是长事物 有是短事物 以及性能吞吐量等等这些 所以说我们纳入了 现在现有的这样一些四整事物模式 那这种事物模式 从这个改造成本性能隔离性上 是各有所长这一块 那这块我就不展开了 那第三步的话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如何去基于SATA去做一个扩展 像Double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些 RPC框件或者数据库这一块 首先还是先看一下我们 就是SATA开源社区这几年的一些发展这一块 然后SATA的话目前就是刚才我介绍的 已经具备了这种四整这样的一些事物模式 而且是对市面上主流的数据库 而且是光样也都做了一些支持 然后也很多第三方的社区做了一个集成 现在跟30多个社区也做了一些集成 那这些集成都放在我们的一些扩展机制里边 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多元元体系也高起来了 除了就是最开始我们的Jara 那我们现在的Go这一块支持也非常的成熟 也欢迎大家去适应我们这个Go版本 然后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宝贵的建议 那另外包括了就是我们建设的多元元版本 包括这个PHP、Python这一块 那现在的话SATA 可以通过它这个U字影这一块的话 看到自主登记的也是有上天家这个企业在去使用 那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就是金融类的业务也开始试解这块SATA 那我们知道就是在金融类的业务 其实它对分支事务是一个强需求 而且它的业务场景是非常严苛的 那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跟这个就是像征线银行 光大银行还有能行 也做了一些社区上的合作 他们也去改造他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账务系统 用SATA去保证他们一些账务体系的 这样的一些数据运线 那目前的话这个SATA社区最先的这个SATA 加速已经到达了这个24K 然后创作builder也是有300多 并且的话SATA的社区是非常开放的 因为现在的话 其实从整个SATA的这些 然后框架的代码来看 70%的代码都是有这个创数团队之外的 外部的这些更献者去更献的 所以也欢迎大家去是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SATA社区里 那这是我们之前就是比较典型的SATA的一些企业的一些案例 那最早的我们的亲室应户是在0.2版本 是这个真航信这个客户 如果大家就是这个出差比较便宜了 都会使用这个真航信的有一个航率阵横的一个APP 那他就是应在这个A机上去做这个机票跟优惠片 这块的数据业实现 当然最早前期的版本 应户也是陪着我们采了不少的客户 但是最终还是应起来的这一块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个TD 就是两轮车是一部 他从那个0.61版本的话 就开始也是应我们这个SATA 除了就是市面上大家看的这个清局单车 包括还有他们内部的这个资产的管理这块 也是引入了这个SATA去 第三个的话就是美团的这块基础架构 它是有一个叫SWAT的项目 是基于就是我们内部的这个TIC 去做了一些包装 能整个的美团的这个集团的层板基础架构 作为一个分布事物的一个技术组件去推广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举了一个内部的比较典型的传业 就是河马小镇这块 河马小镇这块的话之前有类似这种偷花的这种流程 他引入了SATA之后的话 之前那个PD去评估 这个根本跟我说要20千 结果接入了SATA之后 这个根本的话5千就上线了 所以从整体上来说的话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get到 就是这个分布事物的这样一个价值是什么 第一个价值它是首先是业务的一个正确性 因为只有你数据也是一致才去谈这个架构才有意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它是大幅度提高了这个开发结代的这样一个效率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当前的就是一些 SATA的一些破展点 那最上层我们定义了这个API这一层 然后那中间这一层的话 包括了就是注册配置征仙等等这一些 然后下边的话包含了我们这块的一些极旋的一些模式 那现在我们机械模式包括了像基于关系数据库DB的 包括这个像这个Redis的 以及我们现在2.X里边正在推的这个RUFT这样的一些模式 复载运航也是各种模式 以及对于分布施锁这块扩展也是基于各种各样的一些模式 那目前的话我们对于关系数据库支持也是挺多的这块 那整体的话就是刚才我列了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在这个做扩展机制的时候 是也是参考了Double SPR的机制 对我们这个学习社区的成长 可是非常有帮助意义 那我们把这个扩展点是成分的就是发挥到的一个旗帜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分配就是Servor的扩展点 变成客户端的扩展点 那这个客户端的这块扩展点有30来个 然后Servor这块扩展点 包括包括这个就是锁的扩展 存储的扩展 以及事物模式的处理 其实从今天来看起来就是说 你去支持一个比如说数据库 比如说国产达曼人大金仓 其实这个成本都比较低 你只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文档 按照这个HPI的扩展点 去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你就能把整个流程给跑起来 另外的话就是包括就是我们Servor这一块 就是不同的一些就是锁的存储 15session的一些存储 都是可以扩展的 所以从这一块的话 我们也是当初见见了Double这一块 做了一些对开发者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些扩展 那这一块的话就能让开发者更容易去扩展市面上的RPC框架 以及数据库这一块 那RPC框架我们这块目前支持的其实有11整 这是RPC框架 那Double是我们对核心要支持的 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类似于Double 就是基于这个一般RPC的话都有这个Failouter和Interceptor 那这一块其实我们核心要做的 其实就要把那个CTA的事物上下值 通过这个服务调应链路给传递下去 并且把这个事物链路还原到这个服务里边 去做这个事物的这样一些保定解除清除等等这一些 那核心的话我们其实扩展起来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核心的话就是右边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些接口 那目前的话我们对这个Double这个生态 包括就是老的这个阿里巴巴Double 以及阿帕奇的Double 我们都做了一个充分的这样一些支持 也欢迎就是Double 大家在这个Double的这样一个生态 也去适应我们这个CTA分布事物去体验一下 那在数据库这一层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是目前的话支持这么多的这一些数据库 其实挺多 当然这里边有一些PIR还没有合并 像这个就是打梦以及那个NPM的这个DB2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就只要基于就是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些扩展点 其实我们就能做一些充分的一些扩展 那最近的话我们也是做这个SummerCode的编程之下 也是让我们这个影前的同学对一下 然后他也做了像这个PlogDB的这样的一些支持 那后边的话其实我们会对这个数据库的生态 TOP20完整的去支持起来 好 那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分享 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CTA的这样一些 这个影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